那有一種那種番茄醬的炒飯 就不用醬油了嗎 因為我番茄醬有鹹 我炒開了 現在我們下這個湯慢慢的下 你不要一股腦的全下 避免把飯給炒糊了 那麼邊炒邊吸收 天啊 這一定好吃了 一點點的湯進來 它更鬆 更好剝 怎麼會這樣 不過每次炒的時候 那個什麼飯都炒不開 熱度不夠 而且要翻鍋 翻鍋很鬆的 炒飯一定要翻鍋 我剛剛太專注在自己的荷包 這樣我就會翻鍋 它現在就是蝦湯 非常濃郁的炒飯已經出來了 基本上 我很小心在放這個蝦湯水 因為你一旦過量的話 如果這裡面 飯已經糊的時候 你的水分已經收不掉了 與其這樣你不如慢慢的下 你自己看嘛 自己看 那也 這裡頭的蝦跟洋蔥也不至於過勞 那麼洋蔥也不耐炒 再炒久了 洋蔥甜度會死飯 好 飛了 然後這邊會飛掉 點點的香油 來了 吃啦 最後結合在一起 好 那麼現在完成了 幾滴的醬油進來就夠了 就隨便放 隨便放翻掉 它受熱夠到一個程度 它水分也會流失得比較多一點 因為其他的沙漿進來就全吸了 它吸的會更保護一點 那麼我一樣放很多的水進來 可是飯裡頭 不會讓你感覺稀稀活活的 對 來 謝謝阿倫 來就帶你們來玩水 謝謝 謝謝